立法院审查国会改革法案挑灯夜传 冲突越演越烈 直见立委们一窝蜂挤在一场门口 爆发激烈推挤 一阵混乱中 包括民进党立委沈柏阳 邱志伟还有郭国文 三人从高处坠落 紧急叫救护车送医治疗 那个审理人 你现在的伤识能不能再来一些描述一下 另外的情况是说 我刚刚也提到说要不要告的问题 那你会对于出正经提告吗 这个情形 好 那这个最主要是脑震荡 然后那就是晕眩 然后会会会会 我这边吐了几次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肩膀这一边 就是非常的疼痛 但是就是挫伤 然后手部也是 就是肩膀不想露出来 现在太胖了 但是就是 都是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挫伤 这样子 对 所以最主要都是在做做判扁的 的伤识 提高 提高的部分的话呢 我就稍微 因为我自己 我就不能说我跟律师讨论 我自己就是律师了 但是就是 长难代主意啊 对 但是在一起处理 因为那个画面看起来是蛮多人的 所以我们要厘清每一个人的角色 这样子 对啊 应该告到底啊 这些坏人不会变 国民党不会变 我们不能像这种罪犯低头 好 好 我们要组个律师团好好针对昨天这种蓄意杀人的诸多行为 我要说就是蓄意杀人 这是谋杀 对 这是murder 很突然 对 你 你